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引导人民描绘的是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 因为破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令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人民难以忍受 以致法国人民群起反抗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统治 最终查理十世就退位了 整个革命过程仅仅持续了三天 也被称为荣耀三日 而德拉克罗瓦的大作是由引导人民也在同年度诞生 从画面的背景右侧的巴黎圣母院可以看得出来 画作中的地点就是在巴黎 而且从巴黎圣母院和主要人物的比较中 我们就可以显示出这整个画面的场景的深远 在画的正中央是戴着象征自由的佛里吉亚帽 坦胸露出双乳的自由女神 她右手上扬挥动着象征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 面向右侧的后方 号召身后的人民起来革命 在画的左侧 她望的方向是一群手持武器向前冲锋的人民 最突出的就是在最前方望向自由女神的两个男人 左侧的男人身着工人装扮 敞开白色的衬衫 头戴刮皮帽 背着卡基布的胯包 她右手持了一把土耳其的弯刀 腰间别着一把火冲 德拉克罗瓦并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运动 但她是国民卫队的成员 心向革命 因此她把自己化成在自由女神右侧的人物 一个头戴高帽 身穿白色的衬衫 扣紧黑色的夹克 细有黑色的领结 手持长枪的青年知识分子 她双手握着一把藏火枪 她也把自己化成革命军中的一员 在自由女神的右脚边 一个男子匍匐在她的脚下 她头裹着红色的头巾 身穿蓝色的布衫 抬头仰视着女神 而在画面的右侧呢 自由女神的左侧呢 有一个正举着右臂的小男孩 她戴着帽子 手背着胯包 双手各拿着一把手枪 人群的前方呢 是抖握在木头石块上的尸体 自由女神呢 正跨过这些尸体 向前迈去 自由女神的周围呢 环绕着各式各样的人呢 有小孩 学生 工人 军人 甚至是上流的社会人士 代表社会上下呢 都无可避免地承受着革命 带来的冲击啊 刀枪酿成暴力 城市呢 一片混乱 地上呢 死伤政界 整幅画呢 采用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 场面呢 非常宏大 自由女神的三色旗呢 正是金字塔的最高点 用色对比呢 很强烈 德拉克罗瓦呢 有意地大量使用了 红 白 蓝呢 三种颜色 不仅在三色旗上呢 也在画面的其他的地方 最明显的呢 是福贵在自由女神 前面的男子的衣着 他的红色腰带 蓝色布衫 以及其中露出一节 白色的内衫 恰好呢 重现了 三色旗的颜色排列 这幅画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是它的政治意义 除了它本身的宣传鼓动之外呢 这幅画是继西班牙大画家戈亚之后呢 第一幅有关于近代政治的画作 而它的艺术价值呢 则在于构图的严谨 主要形体的精确性和动态感 那么另外呢 色彩的协调呢 所有的这些因素呢 都使得整幅画呢 产生了一种激情和真实感 更使它成为近代政治画作的代表 七月革命后呢 不到三个月 在这个德拉克罗瓦呢 写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中呢 他谈到 当我努力创作的时候呢 我的心情呢 变好转了 即使呢 我没有为了我的祖国战斗 我也可以引用我的画作来歌颂它 自由引导人民呢 于1831年在巴黎沙龙展上面呢 向公众展出 当时呢 引起了争议 有评论家认为呢 它太过脏乱 没有美感等等 一直到1874年呢 这幅画才被收入到巴黎的罗浮宫 这一集名画背后的小故事 德拉克罗瓦所绘制的 自由引导人民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 浪漫主义著名画家的作品与介绍 欢迎订阅 Rudy个人工作室 杰利科与德拉克罗瓦系列粘辑 我们有更多的介绍 也欢迎您开启小铃铛 并不要忘了按赞 谢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